而投城镇经过风灾造成农业损失还有陆树倾倒 因为投城面山林海受灾面积大 很难在两天内完成复原 所以公所需要更多人力机具协助 预计要半个月时间才有办法恢复原状 镇长特别探视受灾户 了解台风吹走屋顶的情形 还好当时没有人在家里 而根据公所表示 这次投城有许多农产跟养殖业的损失 希望政府单位来补助 希望政府可以补助整理标准 因为投城受到台风影响 全镇有很多陆树倾倒 需要更多人力来清理 所以请求国军官兵来协助 你看我有山边有海边 还有平原线 还有很多农路 整个产业道路特条 都已经满木苍蝇 所以我们有利用什么管车吗 当然现在我们一方面 就是这个补助方面可以降低这个标准 另外也希望整个部份的地上 可以继续跟我们帮忙 我们10万50万来帮忙 希望这几天可以继续跟我们倒下手 公所预估要恢复正常 最少需要15天 宜蘭区记者张立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